台南市衛生局 機查人員來到藥廠 門上貼了大大封條 因為這裡疑似 就是非法製造藥品的地點 台南莊春仁生機公司 被揪出在衛生局 未核准的狀況下生產中藥 雖然該製藥公司 領有許可證 但是沒跟主管機關 申請GMP藥廠認證明顯處罰 全案已請台南地檢署偵辦 衛生局也公布12項問題產品 包括紫雲膏 六味地黃傘 腹地黃丸 家衛環紹丸 力膽保肝丸等產品 流向診所 藥行 藥局等等 衛生局緊急通知下架 記者登門案鈴 莊春仁生機公司 無人回應 鐵門半拉 高雄市衛生局也展開機查 8號總共機查229間醫院診所藥商 其中兩間藥局 查獲17瓶 違規製造的力膽保肝丸 跟血康能清血丸 目前下架回收封存 要確保民眾用藥安全 三連新聞 王少宇 慧珊 台南高雄報導 既然已經到達了 週末 旅程